好家伙,真溜啊 这个粉丝存款就六块 只能用离谱来形容 果然和想象中差不多 是我要找的那种扶贫对象 够穷 还有这么两个高级点的装备 占备值是不愁 这个粉丝怎么不送维拉礼物啊 是不知道吗 怪不得他天赋点那么少 那个千万别忘了 下次要注意了 幸好还有点启动资金 来五十万 也行,常规水平 那我就有钱买消耗品了 先少买点,精打细算 这第一把绝对不容有失 万一掉装备可就进不来了 看一下boss的位置 进就打 太远了,放弃 我很清楚知道自己现在需要啥 首先第一个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凉 在这个基础上 能多赚点试点 最稳妥的思路 坚决不冒险 打了这个精英怪可以给他换装备 哪怕三级也有提升 特别背包 这边刚准备继续开 听见脚步 果断撤 看看什么装备 六级大佬 打不了一点 除非不得已 不然还是不招惹 这就跟三图五图完全不同 这辐射区太大了 太适合朴仔了 有机会 出手的机会来了 被秒了 等他舔包 给他个惊喜 就是现在 射 也是因为有点看不清 一发榴弹重不重 随缘了 反正这地方我是不呆了 想不到他挺勇敢呀 这种地形都敢拉 就这地形不满血 吊打他都是我的问题 这家伙果断溜了 是不是一瞬间清醒了 他走了箱子 我就不客气了 但仔细听 有一丁点动静 我就撤 现在来说 绑命才是第一位 您可被狗子咬 我也不开枪 呀 金砖这不就来了吗 可以可以 很赚 要有多开一个 就赚一个那种思想 毕竟我是瓢仔来着 都白瓢了 还要求啥 有脚步 这位置太好了 六级也可以打 何况还不是六级 这家伙比我还穷 发现了吗 这游戏想发家致富的话 思路比枪法还重要 不知不觉好久没遇到人了 我估值都三百多万了 四级包来得正是时候 信号枪 太好了 nice 我怀疑这个包还没被填完 毕竟他刚填包就被我打了 果然来对了 这就值了 啊 万万没想到啊 这么肥 那人也真舍得 就这么放弃了 以至于我固执直接突破四百万 对瓢仔来说已经很好了 不过毕竟没什么装备 就一把精致S12K 所谓帮人帮到底 再来一把吧 这个复活点怎么走也很重要 我选这种 常常有惊喜 而且辐射区路口也更好 现在就观察一下 没人是吧 那更好了 因为我可以轻松打他背身 拿来吧你 拿下 点包 啥也没有 既然如此的话 打boss吧 保险起见的话 没听见枪声我不动 里面有老六 哎 脚步 这不是白送一样 出来点 别被里面的人遛了 四季头用得上 严重怀疑他在那遛着 没排出来 这里不止一个 反正我是不会冒险的 等他们自己露出破绽 你看 这不来了吗 不是六级就无所谓了 直接上吧 搞定 里面还有 难道辐射板来了 不是 这妥妥的是个老六 但我也不妨多让 知道他位置了 可以上 打的 四级瓢仔就可以四无几弹了 不过收获也很小 到现在一点没有呢 都是为了这个boss 所以拜托了 就一把喷子啊 嗨 没办法 我也想多帮他打点装备 真没有 有人来了 现在想走晚了吧 搞定 不会突击模式进来的吧 既然没啥收获 时间也不多了 那这个坦克就去拿下了 掌握了方法之后 还是挺好打的 金砖到手 再搜刮一下船上的资源 不曾想又出了把信号枪 那局面就不一样了 信号枪在手 两眼的两在辐射区 有人在开门 太好了 来的真是时候 算你倒霉 这个时候遇到我 直接成了瓦中之鳖 有他难受的 门封上之后 各种榴弹轰炸 谁先也得倒下 打他就完了 他急了 要出来吗 还不出来 再来一下 这下该出来了吧 可惜已经残了 拿什么给我打 发达了 一波肥 别开玩笑 给个机会 我吐了 为别人做嫁衣 还好没掉什么装备 也帮他赚了 四百多万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 拜拜